为什么女人长得漂亮就要受到不公的对待呢? 如何啊?我阿喜,少年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女子长得太漂亮 而被人不断欺负的故事 美丽善良的贝拉多娜和龙富强恋爱了 他们幸福地在一起着 不久后就举行了结婚仪式 结婚仪式上按照古时的规章 想要向这片土地的领主缴纳结婚税 强把卖家里唯一一头母牛的钱上交了 但是太太的领主说要石头 贫穷的强听了不敢置信 和新娘一起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高高在上的领主夫人为新娘的节操 合乎标准嘛 组织婚礼的人说新娘还未惊人事 从没有关于过她和人一乱的事情 是个邻村里人心嫩称赞的勤劳人 听完后领主夫人意显得让在座各位 平坦丰盛的菜肴后 聚在一起满满的体味 于是又一股石的规章万利上演了 墙辈赶出了城堡 新娘贝拉多娜被领主和几个随丛 管在房间里侵犯她的出子之身 城堡里冲着个贝拉多娜 死心裂肺的叫喊声 领主和这些贵族像恶魔一般 扑伏在贝拉多娜身上 第二天 贝拉多娜一山破旧 一脸疲憊地回到了家中 她的身体还在流血 墙无力地说 忘记忘事吧 我们从现在起动身 她没有过多的安慰 似乎她受的伤比贝拉多娜还要大 而贝拉多娜则是抱着墙痛哭着 男和墙抚摸着贝拉多娜时 下一秒竟是要把她掐死 看着运渠过去的妻子 墙惊吓地逃走了 贝拉多娜直到第二天才疲惫地醒来 双目无神地为自己擦拭 比起身体的沉重 贝拉多娜的内心更加绝望 有一天 一个体型很小的恶魔从防线中飞出 贝拉多娜惊讶地看着她 恶魔说是贝拉多娜内心的呼唤唤醒了她 她听见了贝拉多娜的心声 需要力量 谁救救我 我什么都给你 恶魔的体型现在很小 但是她说自己的大小取决于贝拉多娜 而且她可以满足贝拉多娜所有的愿望 贝拉多娜后期地看着这个小人 贝拉多娜的大笑 愿望 自己还能实现愿望吗 贝拉多娜都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还会笑 接着 恶魔看向了在一旁睡觉的墙 你瞧瞧你老公 诚实又人干 都开始已经消沉了 她有病吧 可能活不过下一个冬天呢 贝拉多娜伤心地哭泣之后 她还爱着墙 所以为了墙 她请求恶魔帮助她 而这次她要了金钱 不久后 贝拉多娜带着防线去城里卖 那一年 从你闹饥荒 但是受罪人一出手随惊 其他人都一直消沉 孙女只有贝拉多娜努力工作 防线卖了好价钱 于是村里只有墙能够缴纳高税金 但是这背后却有一个现象 那就是不管贝拉多娜做的防线多少钱 别人都不会讲价 甚至只要有一点钱 就会去购买 于是 孙女人都开始互传 贝拉多娜被恶魔缠身了 嘴巴长在别人身上 虽然承受了一些压力 但是收税人很高兴 于是命墙围村里的收税人 能复墙的除人头地 成了官员 看着圣装的墙 贝拉多娜很心动 但是村里的人开始避开恶人 等到夜里 恶魔随着贝拉多娜的欲望 体力也越来越大 他说这才只是开始 之后贝拉多娜的痛苦就开始了 战争打响了 领主要求收更多的水晶 但是墙收不到足够的水晶 他的左手被领主砍了 回到家的墙再度一只消沉 甚至家暴去救 随着恶魔再次感受到召唤出现时 已经身形高大 他复在贝拉多娜身上说 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为了拯救准备自我灭亡的墙 这次贝拉多娜出来了自己的身体给恶魔 但是他的灵魂依旧属于神和强的 这次贝拉多娜不再暖落 他穿上了相当世界王者的绿色衣服 也被称为恶魔的颜色 他走向街区 结果就连受罪人都没有办法 见到钱的狡猾放在人 都听贝拉多娜的吩咐 于是借了他很多钱 但在事后 他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借钱给贝拉多娜 于是放在人发牢骚说 恶魔一定是跟着这个女人 后来在战争期间 领主的野心蓬勃 为了占据更大的土地 所有的蓝人都出去打战了 留下女人们过过等待 就这样 蓝人们出去有数年 贝拉多娜成为了房宅人 小镇和村里的经纪都找到他的手里 比起城中的领主夫人 人们现在更害怕和尊敬贝拉多娜 表面高兴地尊重他的遗志 蓝人这期间的墙却沉绵于酒精 每个人一样 之后打战的蓝人们海旋归来 他们和等候的女人喜喜而庸 领主夫人也来广场迎接 当然贝拉多娜也来了 当领主夫人和领主 搞贝拉多娜的状后 他的侍从就出手 行刺贝拉多娜 借着一堆士兵重出去 要抓住贝拉多娜 绿色恶蚝消失后 恶魔所赋予的力量 似乎也随时消失 贝拉多娜害怕地逃跑 边跑边被折磨 等他一掌破烂地回到家门口求救时 墙却不肯开门 随着贝拉多娜的惨叫声 他被带走了 没有人杀他 领主他们阴险地商量着 要让他活着 接受身体的折磨 透过牢笼 贝拉多娜看到监狱外 整幅墙整合士兵交谈 贝拉多娜心灰意冷 他往身后的山洞爬去 接受荆棘的鞭闹 最后来到一片雪地 恶魔高兴地出现了 恶魔讨厌贝拉多娜 那舍己为人的愚蠢灵魂 他希望贝拉多娜 成为复仇之鬼的灵魂 恶魔问 我的老婆 你想要什么 这次贝拉多娜说 我想做坏事 贝拉多娜找到了自己的灵魂 并接受了恶魔的东西 春天来了 贝拉多娜知道 自己伪生于恶魔 已经无法回头 他觉得自己起手无弊 恶魔却说 憎恨 遗忘 愤怒 并不是丑陋的东西 你现在比神都美丽 而事实似乎也确实如此 在一朵草为食之后 贝拉多娜的龙眼越发娇美 等贝拉多娜回到村里 过回农夫生活后 忽然 南上就会死掉了黑死病 席卷的装作城 黑死病疯狂肆虐 人们的哀嚎和势力遍布 这时 贝拉多娜在这片室外之地 用他手中的话 治愈了一个黑死病人 于是越来越多的黑死病人 手上了酒肉 居于这里 他们在这里获得了全部的自由 他们大口吃酒 大口吃肉 像动物一样尽情地交配 邻主几人召唤了 见过贝拉多娜的人 这些人都十分地尊敬 贝拉多娜 邻主他们听完后 一直觉得一定要除掉贝拉多娜 可邻主夫人的侍从 也就是上次 刺杀贝拉多娜的那位 在听到外面的传言 贝拉多娜可以实现 任何人的愿望后 最终忍不住诱惑 却求了贝拉多娜 因为他太爱邻主夫人了 回着贝拉多娜给了他花枝 师供回去后 把花枝偷偷放入了 邻主夫人的背中 邻主夫人喝后 当晚就发情了 和师供在床上快活时 被邻主一剑一起刺死了 后来强去找贝拉多娜 将他道歉当初抛弃了他 请求他从头来过 还说一起回城堡去 贝拉多娜一听 就知道是领主的陷阱 但是强用他的温柔 和表达的爱意 让贝拉多娜再次沉迷 于是贝拉多娜出现在的领主面前 领主和他谈交易 想要那花的用法 然后贝拉多娜说 他想要全世界时 领主愤怒了 大喊 受死他 抢眼睁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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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睁 被绑在十字架上 当火点燃时 强做出了第一次的反抗 他把火把弄向领主的瞬间 身上被插满了标枪 惨死了 蠢蠢欲动的百姓们 惊恐地看着墙还有贝拉多娜 他们的眼神逐渐变得无比的愤怒 但是依旧被领主压迫者 就在贝拉多娜摇摆烧箭时 底下联老妇女 变成了美丽的女人面貌 全部都变了 他们都像贝拉多娜一样美丽 片名悲伤的贝拉多娜 看完这部动画后 我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希西里的美丽传说 同样都是因为美貌 而被放熟的情节 有趣的是很多人大骂强的诺诺 但可笑的是 即便换一个懒人 结局也不会变得太好 这无关勇气要怪 只能怪贝拉多娜的美 生存了眼带 但是人的外貌 是由自己去的吗 结尾的寓意代表着 女权精神的决心 其实这个女人就该被奴役 她们可以同样活得精彩 可以去进行抵抗 而回到强的视角 她的能觉得恶心 便是在开头有了那段 想要下一次贝拉多娜的镜头 如果这个镜头去掉 而是换成她安慰了贝拉多娜 贝拉多娜都不曾去怨恨她 心中的爱 哪怕肉体被恶魔剥夺 也依然尚存 贝拉多娜没有发现 恶魔说的话 其实没有错 她最美的时光 就是与恶魔增弱的时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只用恶魔的存在 只是身体对欲望的本能追求 如果你单纯将这部作品 看成了恶魔所谓贝拉多娜 这样很好理解的奇幻剧情 那么这个作品可能需要降分 有趣的地方就是 贝拉多娜的自我意识被瓦解后 将肉体交为恶魔 她不应该成为地狱使者 但故事却恰恰相反 贝拉多娜和自然浓为一体 这样看来反而显得是恶魔的出现 当贝拉多娜出现 天能合一的场面 而恶魔的诞生 又可以理解为是灵主的压迫 不然如果恶魔确实地存在 一个小小的灵主 难道不是跟捏死蚂蚁一样简单吗 所以贝拉多娜在山的零头生活的时候 那才是女人该有的模样 无数人慕名而来 无数人的尊崇 既然已经被人当成了魔女 那为何不做一个快乐的魔女 天下人似乎都有求于她 但是用贝拉多大的牺牲 去划行众人的决心 真的当人觉得很惋惜 我是少年 一位对女性会很尊重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你们的评论少年都会观看 这时间允许一下尽可能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Goodbye